为什么不能带两个以上的背包 目前吃鸡中一个人只能带一个背包 那么为什么不设置能带两个以上的背包呢 其实有三个原因 一不符合现实 你在现实中有见过人带两三个背包在身上的吗 难道是后面背一个前面背一个 可是这样的话就影响人的灵活性了 所以这些根本不可能 何况人物还要拿枪射击 前面放个背包也挡住了手臂的活动 所以这根本不符合现实 二会让击杀多的人更容易吃鸡 我们就举例每个人都能带两个背包吧 如果都是二级包 那人物的总容量就达到了500点 如果都是三级包容量就是600点 这就太夸张了 带的东西比以前多得多 叫瓶子弹投注都可以多出不少 单人的战斗力更强了 如果一个队击杀了很多的人 那么他们的背包也会超级丰富 相比于那些没击杀人的 物资会多出很多 最后吃鸡率肯定也会很高 所以不能让这种现象发生 三会让玩家有焦虑感 很多人搜东西都喜欢把背包搜满了 尤其是强迫症和搜集症的玩家 如果搜不满心里就会有焦虑感 能带两个以上的背包 绝对会加重这种焦虑感 所以为了玩家考虑也不能加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